香港的市民跟學生們 都展現得無窮 超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一種勇氣 中共政府 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 還有這些親中的團體 親中的人士們 他們不斷地用各種的方法 去嘗試把要人民的聲音去滅掉 這種狀況本來我們以為只會在香港發生 但是原來今天我們發現在台灣 一個擁有真正的民主的地方 也還是會有這種白色恐怖以上 甚至可以說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紅色恐怖的一個狀況 我自己其實作為一個藝人 當然每天都會有不同的言論攻擊在網上 但是我覺得今天的 是我自己首次去遇到的 真的是這種的手法去攻擊 但是我會覺得我受到的這些遠遠攻擊 在香港的街上我們的學生跟市民每一天每一秒 都被這些警察跟這些親中人 是在用不同的方法去攻擊 那這種行為他們想要的就是我們去獵神 我們不再走出來 我覺得我們不可能去屈服 這個是我今天最想要說的 如果他們就是用這種紅色恐怖的手法 接受他們想要給我們的這個報權 極權的這個現實 人民更加要站出來去說目 我們不會害怕 我們會更加的用更大的力度去站出來 去為自己應該擁有的這些人權跟自由去發行 結束了